高耸尖塔加上磁磚裝飾 潘美麗的彩繪玻璃 这栋即将盖好的伟大建筑 吸引全世界游客慕名而来 西班牙巴塞隆纳著名景点圣家堂 有将近140年的历史 是加泰隆尼亚现代主义的代表建筑之一 1882年动工 隔年由知名建筑师高地接手设计建造 更在2005年成为全世界唯一还没完工 就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教堂 光是去年就吸引450万游客参观 因为依靠个人捐款和入场门票 作为建造基金 因此工程进度断断续续 到现在还没完工 建筑团队预计2026年将会完成 圣家堂的主建筑 外墙装饰之后再陆续补上 建筑的建筑是一个挑战 非常重要的挑战 因为我们有新的技术 技术的技术技术 技术的技术 玉璃石块指的是在建筑材料里 放入可以伸缩的钢索 让建筑材料紧紧聚在一起 形成一组一组的巨大积木 再堆叠而成 不只增加建筑强度 还能加快工程进度 圣家堂共有六座主塔 其中最高的叫做耶稣塔 高达172.5公尺 用彩绘玻璃和瓷砖装饰内墙 表现出天堂的意境 还有电梯只打十字架顶端 到时游客不只能欣赏内部 还能从最高处 俯瞰巴塞隆大美景 大爱新闻 整理选编译 大爱新闻